真有其事 才知道 佛门里头 修集的功德 真是不虚 如果你有前后眼 你能看到三世 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你心就平等 你也知道 怎样去用功 真觉悟 真回头 那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真正有坚定的幸运 阿弥陀佛加持你 祝佛如来也加持你 出家人不好 破戒 造作种种恶意 他穿上这个衣服 贴了光头 外面走了一趟 你知道他给多少人 阿赖也是中了佛的种子 这别人做不到 那这个他真的是记得了 那他造作的卧呢 卧当然有卧报 这是肯定 那自己的因果 一定是自己 自己陈当 他纵然 躲在卧道里 遇到善知识 他还是很快 回头很快 回头很快 这个 好像是 太上感应片里头 有一个公安 说一个出家人 不熟轻规 遭杀到阴亡 他一个师兄 修得很好 当然 他跟师兄就不能相处 想方法 谋害他 有人把这个信息 告诉他师兄 他师兄连夜就逃了 逃到一个深山里面 去休息 在山里都不出来 修得很好 这个造作卧业的 出家人的时候 过了几年呢 就死了 死了就躲着 出生道 躲出生道的时候 就变成一只老虎 躲在老虎台 那么以前 跟他发生关系的 一个女孩子 还有一个当中 帮他联系的 也是个女人 这两个人都堕落了 一个是投了猪台 一个投了狗台 那么就遇到 从前 他这个师兄 他师兄修得好啊 师兄修得不错啊 也很有道恨了 有一天看到老虎 要吃这个猪 吃这个狗 他知道 他一看就清楚了 马上制止 就叫他的名字 你还在找我 你前身害了人 你今生还要杀他 这个老虎一听的时候 他真的就一下醒过来 就乖乖的不动了 他师兄告诉他 你自作孽了 你要受过保 你好好修行 念佛 求生进度 这老虎听话 老虎从这一天起 就不吃肉了 吃素 吃素以后 几乎就饿死了 他真的 他往上了 这一个猪 一个狗啊 也有灵性 也知道后悔 在庙里面呢 跟着大众在一块修行 这个善根 我们知道 不是一时啊 过去修行 应该有很多事 他才有这么深厚的善根 躲在畜生 他胎里头 被人一点醒 他就救 他立刻就回头 所以是 善无因果 有保佑 真正善根深厚 会遇到善知识 佛菩萨会实现 常常来点醒你 我们从 这些感应的四季 这感应真的 不是人造谣言的 不是随便写出来的 真有其事啊 才知道 佛门里头 修集的功德了 真是不虚啊 啊 如果你有前后眼 你能看到三世 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心就平等 啊 你也知道 怎样去用功 真觉悟 真回头 啊 那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啊 真正有坚定的幸运 阿弥陀佛 加持你 祝佛如来 也加持你 啊 你这个愿 一定能够圆满 啊 决定不是空运 啊 修正不无 这个重要 啊 要有明显的修正 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 给别人看 啊 那么反过来 如果是不好的样子 那造的罪业很重啊 非常重啊 啊 好的样子 无量的功德 啊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尼 陀佛 佛 阿 ս 阿